如果我的音樂可以在別人的生活中佔一個時間 一個席位或者在一段時間有陪伴 無論他的角色是什麼 我都覺得是一個祝福 我不太記得我第一次聽到別人說 很治癒 好像在台灣這個詞語出現 我以為這是一個什麼音樂類型還是什麼 因為我沒有以這件事為目的 或者我沒有設立這個目標 讓我做一個治癒系的唱歌的人 我沒有的 但是因為我設立的目標 就是看看自己會怎樣 可能因為我慢慢去思考和消化這個效應 我就發現可能是因為我自己都是這樣的人 我也是在音樂裏得到治癒 而且我覺得音樂是了於我的東西 很被音樂影響我的情緒 可能你也記得我很喜歡睡覺 所以就會唱一些令人很容易睡覺的東西 或者我很想放鬆 在我很需要休息的時候 我也希望我的音樂可以成為一個 我可以休息或者自我檢視的地方 慢慢就塑造成這樣 就好像你第一次搬屋 你有自己的家的時候 你也要問自己 我想我的家是怎樣的呢 我開始做音樂的時候 我也要問自己 我想我的音樂是怎樣的呢 我順其自然 我原來我是喜歡這樣的沙發 我這樣才舒服的 原來我的家其實不需要有這些東西 不需要有那些東西的 那是一個自我認識的過程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又發展了自己的樣子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我最舒服的狀態 可能那個舒服的狀態就自然傳遞了出去 因為我做得舒服 所以你就聽得舒服 如果我的音樂可以在別人的生活裡面 佔一個時間 一個席位 或者在一段時間有陪伴 無論他的角色是什麼 我都覺得是一個祝福 我以前經常飛行 就不是只去旅行的 因為我有家人在不同的地方 我自己也有不同的家 所以我沒有想過 2020年10月離開台灣 是到現在都沒有回去 我覺得不斷飛是有另一個壓力的 就是要執行李 用很多時間飛來飛去 切割開 以前我連去報一個課程 上課程都不行 因為我不斷飛 現在我回來之後 我有上課程 或者大家在同一個地方 有一些很輕鬆 很理所當然的聚會 其實是很難得的 我相信現在很多人都有這個感受 因為很多朋友可能開始 不一定在香港住 或者移民 很珍惜這段 我的朋友都還在香港的日子 這也是其中一個 我會留在這裡久一點的原因 也就是那些用一個 有 옺壽能招開 ra自生活感受 黨會有 bothering